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10月14日星期 中国的A股又走出了紧张而胶着的一天 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看全天A股的表现 盘面上可以说呢 简单的概括 全盘飘红 其中计算机行业板块是零涨 涨幅超过了五个百分点 另外 国防军工电子环保等涨幅是居前 具体几个指数 户指收报3284.32点 涨幅2.07个百分点 深乘指收报10327.40点 涨幅是2.65个百分点 创业板指收报2155.40点 涨幅是2.60个百分点 科创50指数收报925.96点 涨幅是3.01个百分点 全天户市成交是7,014.99亿元 深市成交9,334.86亿元 算下来两市合计成交 就是1.63万亿元人民币 叫前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上一周五 1.57亿元的成交量 有小幅的上涨 以上就是全天主要的一个情况了 但其实对于散户来讲 10月14日也可以算是起起伏伏的一天 主要的原因 A股三大指数是在开盘的时候 集体高开 互指盘出冲高回落 一度是小幅翻率 随后是在地产 银行等板块的带动下 拉升翻红 盘中涨幅近2.4个百分点 逼近3300点的关口 那三大指数 其实总体都差不多 特别是收涨的这些股票 全天基本上走出了一个V型的走势 所谓的探底反弹 后是怎么走呢 现在可以看到机构 专业人士看法是出现了分野 有些人认为仍然是处于牛市 往上走的空间是可以期待的 有一些观点就悲观一点 认为调整甚至是回调 可能性就更大一点 其实在10月14日北京时间星期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是举办了两场新闻发布会 但是因为去的这些相关的部委 主要是副职的官员 副部级的官员 所以他引发的一些讨论 引发的联想就相对少一点 所以现在虽然是已经到了10月14日星期 但是关注讨论的焦点 还是人们倾向于回调到 10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 蓝福安他作为中国财政部部长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表态了 那么两相结合起来看 10月14日中国股市呈现这样的走势 能够看到蓝福安所做的一些说法 所做的一些政策的表述 那和投资者包括小伞在内的期待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具体的原因可以简单来说 就是虽然蓝福安是承诺推出更多知识政策 并且暗示将增加政府举债以提振经济 但是10月12日星期六的发布会 并没有公布新刺激措施的具体的金额 另外一点 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而发布会对于推出新刺激措施来提振消费 可以说是乏善可陈 所以也可以说是让业内人士感到失望的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 有美国的媒体也是特别提及 在10月13日星期天公布的中国的通胀数据 也可能会加剧投资者的担忧 中国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涨幅是低于预期 而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 PPI是连续第24个月下降 这个数据就凸显了 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支持力度 来帮助经济摆脱通缩 所以这样的一些原因吧 综合起来 是10月14日中国股市 大概走出这样的一个态势 关于10月12日兰富安的一些表态说法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补充 第一点就是普通人 包括一些小的股市的散户在内 他们是不是买账 中国的门户网站 有一些在转影 蓝富安发布会上的消息的时候 直接链接给到的是央视 那么在央视的报道下面是没有评论 那么有一些门户网站 可能是忘了关评论 或者说没有进行网评吧 有意无意的 所以现在屏幕上呈现的内容 您就可以看到 有这么几条可以说让人印象深刻 点赞最多的应该是说 工资现在都发布出来了 财政部长是不是要说几句公道话 另外一点也有不少网友就感慨 现在社保又涨了 社保基数又往上调整了 这个接下去还要不要缴费啊 也是头疼 也有一些评论 就是冷嘲热讽啊 说财政部长说了问题不大 他有信心 其实中共的话要反过来听 可能大麻烦还在后面 所以这个也是揭示的 目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他的口碑 信誉度确实是在下挫 突出的在新冠三年易控之后 这个趋势现在有加大的一个态势在里面 第二点现在也不少人把10月12日 蓝福安和他的副手 与10月8日 郑山杰和他的四位副手 10月8日堪称灾难级的 发改委的发布会的表现相提并论 认为蓝福安的表现呢 确实要强出不少 这个可能不同的比较的视角 但是呢 这中间蓝福安也是有一个硬伤 路透社的记者 其实10月8日 他也在发布会的现场 也是问了郑山杰 10月12日 他也把同样的问题就给了 蓝福安和他的团队 就是说 中国这一揽子的增量的政策 他大概的一个规模 具体的规模是多少 然后中央财政上杠杆的空间有多大 在路透社的记者提问之后 蓝福安就做了回答 有必要补充的 就是和10月8日 郑山杰相比 郑山杰是把大多数的问题 交给他的副手 副部长副主任 来进行回复 那么蓝福安 10月12日回复的问题 还是比较的多 显示了一定的诚意 不过和蓝福安 回答路透社记者 这个问题本身相比更精彩的 更引人关注的 还是应该说呢 麦克风没有关 让人们听到了一个对话 一个细节 遥控的需要 财政输资状况等因素 合理运用好债务政策的工具 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谢谢你 继续提问 麦克风没有关这里面的耳语的内容 有一些是听不那么清楚 有一些又听得真切一点 大概是说 在蓝福安回答完路透社记者提问之后 坐在他左手边的财政部的副部长 廖敏啊 就是压低声音在问 这个具体的规模 那应该是说具体的规模要不要说 然后能够听到蓝福安 在压低声音回应 说先不要讲 这个具体的规模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路透社记者 他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一揽子财政政策规模 有没有大概的估计 另外一个就是中央财政 加杠杆的空间会有多大 其实这两个数据 都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透过廖敏的询问 蓝福安的回答 应该说关于这两一点 中共在财政上 我们只能说 应该是有一个答案 或者是一个初步的准备了 但是没有对外发布 第三个细节 那与第二点 就是紧密衔接的 现在不管是香港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还是中国大陆一些专业的研究人士 都特别提起了 就是具体 中国的中央财政 或者说中国政府的发债的金额 他很有可能要等到 本月下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拍板后 才公布 因为力排 人大常委会是双月的下旬来举行 所以现在已经是10月的14号了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 当然是有道理的 包括兰福安等人 自己10月12日也是表示 将待旅行法定程序之后 再做一些具体规模的说明 但是结合第二个 耳语 麦克风没有关闭 所透露出来的细节 其实中国官方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数据了 这也再一次证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橡皮图章的可能性 在这个层面上 如果说做比较 10月8日 郑山节和他的副手们 听上去看上去 就是非常的油滑 很油腻 用日本的防务大臣 非常欣赏的话来说 巧诈不如捉成 就是郑山节和他的副手们 都是很巧诈 巧妙的来说一些不实的消息 当然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都很严重 但是到了10月12日 兰福安和廖敏的耳语 可以说又是出卖了人大 从政治上来讲 他也显得并不是那么高明 如果说要追溯下去 问题可能还更严重一点 所以也是很有必要提起 耳语事件之中的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了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他有这么几个特色 第一点他是学霸 1968年12月份出生江西南昌人 他是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 获得了硕士学位 然后还曾经去到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深造 也算是一位海归 第二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就是他的仕途 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的顺利 在2018年的6月份左右 他是被任命为财政部的副部长 6年过去了 第三点非常引人关注的 就是廖敏被外界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另一层特别身份 就是校园民谣歌手 他曾经创作 等人就像在喝酒 以示圣夏 流动青春等多首在北大校内 广为传唱的歌曲 但我没有听过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 也是非常活跃的 公开信息也是显示 廖敏的工作经历主要是集中在央行 银监部门和银行业的金融机构 2011年到2016年是曾经担任上海银监局的局长 在2018年成为财政部副部长之前 他是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经济四局的局长 所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皮脚踢来踢去 最后还是滚到了一位正国级官员的身边 赵乐际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接下去外界可能就是说要等啊 比如说10月下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果然开一次会议的话 会不会啊 行礼如遗 有相关的中共中央财政上杠杆的具体的数字 出来 现在怎么样的一个规模 根据美国媒体在兰福安发布会之前 援引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的预测呀 就是中国是很有可能推出 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的新的财政刺激措施 包括潜在的补贴 消费券和对多子女家庭的财政支持 美国媒体的报道 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的判断 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迫近的一个证据 就是在10月14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纸质版的头版是刊出了一篇署名文章 标题是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署名是金社评 金社评 它是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评论的一个简称啊 或者说那里的写作班子所做的一个文章 其中就特别提及在财政方面 宏观政策是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现在是5.0%啊 经济GDP的增长 那么文章提及 要加大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加强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投资消费收入分配 等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集成 强化政策工具协同创新 把握好政策实施的 十度效 放大政策组合效应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等等 这个中间有须有识 时须相结合 混杂在一起 就是看怎么看了 但是这个意思啊 锣鼓听音 还是能够看出 中国后面是有一些后手的 这篇评论文章还掉了一个书袋 用了一个银帘 这个银帘是湖南横山半山腰上的一个名帘 习近平在中共建政75周年的招待会上 讲话中也是援引了这一句 就是尊道而行 但道半途需努力 会心不远 要登绝顶莫辞牢 评论最后就是说 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为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所以能够看到这篇文章 它的信号意义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眼下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达标 不管是股市 楼市 地方债的化解等等啊 他已经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信誉度 做了紧密的挂钩 已经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他落地的效果究竟好不好 做了密切的挂钩 那么中国的一些经济行为 他显然是要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就像外界的预期一样 中国官方啊 比如说在财政上加大力度是可以预见的 既有经济层面本身的问题 有共产党在打政治牌 这个考虑在里面 啊 台湾的解放了 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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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一位女性回应说快乐快乐 显然是在安慰他 所以潭海局势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关心 普通的中国人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情节 我们来看看10月14日这一方面的消息 也有让外界感到非常意外的地方 首先是大的一个方面啊 就是星期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时隔近5个月之后 再一次在台湾本岛的周边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台军演 那么赖庆德总统啊 星期一的中午在脸书发文称 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希望两岸对等尊严 健康有序对话交流 这是一贯的坚持和补片的态度 而且他还特别表示 对于星期一的军演啊 他和国安团队是已经召开了会议 对于解放军的动态 在第一时间都有全面掌握 行政院会注意相关民生议题 维护社会安定 台军和海巡也是在领海领空等等 坚守岗位 现在之所以中国解放军有这样的动作 直接的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赖庆德在上一周四 10月10日的双十演说中有相关的表达 就是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 愿意和中国在防疫等方面相合作 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 也是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 和台湾和中华民国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接下去回到10月14日 一大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星期一凌晨5点钟是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已经介绍了 解放军东部战区当天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在台湾海峡台湾本岛的北部南部以东 开展联合力舰2024B演习 具体的内容或者是科目是什么呢 消息就引述李希的话 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 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 要港要预封控 对海对陆打击 夺取综合治权等科目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的实战能力 目的是什么呢 李希就提到 这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 是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那么这是五点钟的消息 消息包括李希也没有透露军演 将为期多久 所以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和中国 或者说台湾和大陆 第一时间剑拔弩张 但是很快的让外界感到比较意外的 就是什么呢 10月14日星期一下午6点钟 东部战区也是透过微信公众号 发出了消息 指已经圆满完成了联合利剑2024B演习 所以满打满算 就是13个小时吧 所以说意外也不是那么让人意外吧 这么短暂的一次军演 它凸显的还是中国或者说中共 目前内忧外困的状态 内部就是经济乏力 人们信心不足 外困当然就是比较持久的 美国和西方世界 对于中国在持续的施加压力 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 显然也是深知这一点 10月14日的这一番博弈下来 不知道前面那位病榻上的老先生 他知不知道 知道以后呢 又做何感想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说 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先来快速的看一下 10月15日 中国A股的全天走势 A股三大指数 10月15日 集体低开 护制早盘 一度是短暂翻红 但随后再度走低 午后加速下探 收跌超2.5个百分点 算是勉强守住了 鲜守3200点的关口 创业板指 一度涨幅近1% 但是很快 也是走出冲高 回落的走势 收跌超3% 整个市场 可以说是非常的惨淡 上业了普跌的行情 护身经三市 近4500只个股下跌 市场交易的活跃度 还算不错 两市成交额 是占上了1.6万亿元人民币 这个同比上一个 交易日昨天是略有缩量 现在结合10月15日 A股的全天的走势 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分析人士 就倾向于认为 中国的A股已经进入到了 高位盘整的阶段 而之所以在11长假之后 A股快速回撤 主要的原因是前期市场上涨过快 叠加一些所谓政策预期 也打得太高 那么在近期发改委发布会和财政部的发布会之后 市场是已经逐步修正预期 有分析人士就特别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 A股市场持续暴涨的行情是不可持续的 风牛快牛也不利于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接下来市场将逐步向理性情绪回归 股市波动率也会有所下行 这样行情才会走得更稳更远 这是分析人士比较文周周的说法 那背后其实套牢的是哪一些人 90后跑步进场的这些年轻人 现在不少消息指 这些人是借债 借了钱进入到股市 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成了这一波 快牛风牛牺牲品 现在刷中国的短视频 经常能够看到上海的牙叔在侃侃而谈 最新的视频也是显示 他表示经常有人盯着他那两颗牙 仅剩的几颗牙做文章 似乎分分钟要敲掉他的牙 对他算账 但是其实牙叔也不会说那么紧张 一句话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对中国的经济有没有信心 对中国的股市小一点切口吧 对中国的股市有没有信心 最后这个主意呢 还是得自己拿 下去我们来看一看楼市 现在结合数据 客观来讲 中国一些大中城市楼市 回暖的情况啊 应该说是外界感到有一些意外的 根据专业机构所发布的 所汇总的信息能够看到 在屏幕上啊 2024年第41周 具体来说就是10月7日到10月13日 我写在屏幕上了 那么一些重点城市新房成交环比 就是环比第40周了 也就是9月30到10月6日了 那么一些重点城市新房成交环比 就是环比第40周了 上升是185.46个百分点 同比同比去年第41周 10月7日到10月13日上升了多少呢 186.25个百分点 这说的是新房 那么在二手房这一块 环比9月30到10月6日上升了207.28个百分点 同比去年的10月7日到10月13日上升了多少呢 438.31个百分点 这个幅度是比较的惊人 在城市这个层面啊 新房这一块 深圳 东莞 是所谓重点城市中表现最好的 那么就二手房成交数量来说表现比较抢眼的城市 主要是包括杭州 厦门 青岛 以及深圳 深圳是一线城市中热度最高的 所以把这些数据看完 那么深圳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房地产的表现是非常的活跃 而中国大陆房地产销售一直以来都有金酒银食之说 现在是10月15日 等于说10月份还有一半 所以深圳银食的表现啊 现在方方面面都是在关注之中 从整个中国范围内来看 城市之间是有明显的分化的 网签成交量较上月和去年同期上涨的城市 仍然是以一线城市和杭州等个别二线城市为主 所以房地产市场是否触底回稳 按照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首次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会不会实现这一点呢 还需要后续的数据持续来进行验证 主要的数据除了说中国国家统计局 每月中旬发布的房价数据以外 其实民间的专业机构的一些数据啊 参考价值也是比较的大 顺便关于深圳再多说一句 深圳楼市的表现 当然冷暖是自知了 在政治层面啊 目前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 是当下的这一届中共中央委员 担任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两人中的一位 事实上应该也是为数极少的 目前仍是副部级的中共中央委员 虽然孟凡利身为省部级政治 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深圳楼市这一波走势 对于提振信心啊 是很有帮助的 想必也是中共最高层看在眼里的 所以对于孟凡利 他试图往上走的速度 是有一个提速的作用 来看看吴邦国吧 中国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仍是已经不在了 化作了一缕青烟 但是他的江湖的传闻仍在 第一个就是复印 他的儿子吴磊 曾经被称作上海滩最年轻的 厅局级官员 上海的那个吴磊 现在已经坐实了 就是吴邦国的儿子 第二个女婿 非常神秘啊 怎么在花圈晚联上出现了一个维尼 很多人是非常感兴趣 因为在舆论场上 人们经常把维尼熊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做比赋 做联想 第三个 在吴邦国的告别仪式的场外 他过去的一位下属 把吴邦国真的是吹得非常的高调 先还是快速的说一说吴邦国吧 作为中国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胡锦涛时期的名义上的第二号 中共最高领导人 10月8日是在北京离世享年84岁 他的遗体在10月14日 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除了正在外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之外 习近平等中共政治局常委 以及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 都是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胡锦涛作为前中共的党魁 是送花圈表示哀悼 接下去 第二个人物就是他的儿子 子平富贵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所播出的 吴邦国的告别仪式的画面 习近平是与吴邦国的遗孀张瑞珍握手 紧接着又与吴邦国的儿子吴磊握手 画面上的吴磊 其实就是在2023年 引发了轩然大波的上海滩那一位吴磊 往回走啊 2023年的12月中旬 有中国动力工业摇篮支撑的上海电气集团 是迎来了一位新的一把手 非常的年轻啊 出生于1977年7月份的吴磊 是已经正式担任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 正厅级的官员 同时当时还是提名为董事长的人选 第一时间香港媒体就有报道 据了解啊 吴磊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之子 这个说法其实当时在社交平台上 我注意到有些人认为啊 是一个假消息或者是不确定的消息 但是看12月14日 吴邦国的追悼仪式 曾经是山海滩最年轻的厅局级官员之一 甚至放眼整个中国 也是最年轻的厅局级官员之一的吴磊 就是吴邦国的儿子 好一个复印加持啊 吴磊可是创了一连串的记录 过去他的公开信息 其实在网络上啊 是比较容易搜到 但是过去一年多以来 很多信息啊 是看上去已经被删除了 包括他应该是19岁参加工作 公开信息又显示 他是大学毕业 持有管理学的学士学位 所以看上去 15、6岁就进入了高校 好一个学霸呀 可能要打一个引号了 咱们也不清楚这个细节 另外 吴磊不到36岁 就已经成为了一位厅局级的官员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大概是37岁 不到38岁成为了一名厅局级的官员 所以吴磊比胡海峰启动的还要早 另外在中国曾经有一个大数据就显示 进入到官场的这些官员 平均要花25年的时间 才能成为厅局级的官员 21岁22岁大学毕业 25年下来就是47岁了 吴磊啊 35岁多 等于就是早了差不多12年 所以这个优势可以说是断崖式的 不由的让人们想起 在中国长达三年的疫情封控之后 上海滩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单位 是向全球来延揽招聘人才 其中有一条就是求贤若渴 如果说特别优秀 哪怕你是外国国籍 都可以聘你为一把手二把手 当时啊 社交平台上明眼人一看 这个不就是为一些权贵子弟 都已经在海外度了一层经 已经安居乐业了 又提供一个回国的机会 再度捞金吗 现在回头来看 这个说法还真的是很有道理 除了吴邦国的儿子之外 吴邦国的女儿和女婿啊 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眼球 您现在在屏幕上所看到的 段带上显示的张燕 那就是吴邦国的女儿 显然是跟吴邦国的妻子姓 根据公开的信息 张燕是中营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高管 是董事长 这一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中国银行和另外一家 外资公司所成立的 在中国是最早拿到 养老目标基金批文的 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所以外界也是认为 这个岗位有史是很足 接下去根据央视所披露的 镜头语言啊 在张燕下面那个位置出现的名字 应该就是他的老公 吴邦国的女婿了 维尼这两个字真的是引来了很多人 又好奇又是奇怪 因为根据香港媒体此前的一个报道 张燕的老公 也就是吴邦国的女婿 叫做冯少东 目前是担任中国国有产业投资基金 中广合产业投资基金的总裁 基金总资产是达到100亿元人民币 香港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冯少东在工商界也是所谓的呼风唤雨 冯少东是这个维尼吗 根据公开的信息 冯少东似乎是有一个英文名字 叫做威斯利冯 但是这个翻译成为维尼 感觉也不对 4月15日 我也是请教了三位资深的中国实证观察人士 一位就表示 不排除现在冯少东 他的工作的单位啊 是有保密性质的 所以对外就不公开真实的性命 这位实证观察人士最后也是补充说 其实呢用什么名字 家人是说了算的 官方管不着 第二位中国实证观察人士就表示 不排除冯少东啊 他的女婿是外国国籍 所以索性就用一个这样的名字 第三位实证观察人士 也是非常资深 就表示 有可能就是冯少东的小名 辱名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更多的信息显示 张燕是患了老公 根据中国央视所披露的吴邦国 10月14日告别仪式的现场 主要可以看到啊 包括张燕 吴磊 还有一位女士 应该是吴磊的妻子 接下去张燕的老公 以及吴邦国的三位啊 孙辈外孙辈的人士 给到的都是远景 所以那一位男士 是不是说是张燕的老公 隐隐绰绰 只能说大概是冯少东 搞得神神秘秘也就罢了 还用上维尼这个名字 因为在舆论场上 特别是海外的舆论场上 人们一般把维尼熊这个卡通形象 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只能做笔付做联系 可能的原因 咱们也只能这样说了 可能的原因之一 就是小熊维尼和另外一个卡通形象 跳跳虎 他在稍早之前 可以追溯到2017年了 当时的一个新造型 看上去是模仿了 2013年习近平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肩并肩走路时候 那个走路的姿态 在神秘的维尼女婿之外 场外还有一位人物 也是很有必要议题 对吴邦国的离世 是感慨悲痛 对吴邦国过去的一些为人处事 是非常高调的进行赞赏 这一位人物叫做赵勇 前面提起 吴邦国是2003年起 担任了10年的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而这个赵勇是曾经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了八年 直接是为吴邦国服务过 担任过他的下属 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 赵勇当时是刚刚40岁 也是成为了一位厅局级的官员 在当时是整个中国最年轻的厅局级官员之一 所以说仕途也是有无限向好的可能性 在吴邦国的离世的消息被公布出来之后 赵勇看上去至少是写了两篇文章 来怀念吴邦国 其中一篇文章就特别提及 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八年期间 他作为工作人员是先后十次跟随委员长吴邦国出访 并参加了吴邦国委员长在国内会见 他所分管的就是赵勇所分管的美洲大洋洲地区国家领导人的所有会见 及其他地区领导人的部分会见 赵勇说 在我的眼里 委员长既是令人敬重的郑国级领导 又是亲切的长辈 良师和义友 其中还特别提及 委员长的经历 无人能比 他重视人大制度和理论建设 许多理论和观点都是他亲自提出的 然后委员长虽然是理工科出身 长期主管经济 但他的政策水平和文字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演讲稿 讲话的参考要点等材料 委员长吴邦国都会亲自修改 亲自把关 赵勇还特别提及 委员长是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除了工作和锻炼身体 委员长没有其他爱好 他常常半开玩笑的说 每天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办公室 多年都没有见过人民币的样子 有一次 到他 到委员长在中南海行政店的办公室 汇报工作 看到一位郑国级领导的办公室 竟然小到 简陋到 连基层一位处级干部的办公室都不如 办公室里的会议室 连八个人进去都要临时加凳子 令人难以相信 这个赵勇眼中的吴邦国的印象 我们只能说跟我们从 一些香港媒体报道披露的信息相比 似乎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他的子女啊 其实都是在炙手可热的岗位上 赵勇在这篇文章最后还做了一个感慨式的总结 就是虽然在中央机关我没有做到副部级以上岗位 但我有幸为委员长以及江领导 当然指的就是江泽民了 胡领导 胡锦涛 温领导 温家宝 李领导 指的是李克强 人已经不在了 等多位原任及现任的领导同志 外交外事活动 做过组织和服务工作 赵勇说 他们身上共同的特点和品质是 一身正气 两袖 清风 领导能力卓越 即便若干年后 人们仍常常记起和说起 那个十年 二十年 赵勇说 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在国内外风云中 批波展浪 得益于有幸 有一个值得人民信赖的集体 赵勇是作为最年轻的听局级官员 其实在早几年是已经辞职了 下海了去民营企业区外资工作 他当时披露的一个信息 就是猎头告诉他 其实也是他个人后面的 亲身的经历 就是中国官场厅局级的官员去外企 去民营企业 起步的薪水就是三百万人民币 厅局级负值两百万人民币 正处级的官员下海啊 离开体制 给到的起步薪水是一百万 赵勇啊 公开信息是能够看到 确实是普通家庭出生 穷孩子出生 靠着自己的努力 当然他自己也比较谦虚 还有运气的加持啊 他是有比较好的平台 最后也成为厅局级的官员 然后呢 去外边进行打拼 还是对体制啊 是非常的怀念 因为他当时说离开体制的重要原因 就是他在青海工作 他的家人 特别是他的儿子 是在北京学习和生活 所以他觉得亏欠儿子太多 就要去辞职 这是他给出的一个理由 那你去看赵勇先生的一些文字啊 总的来看 他对体制还是非常怀念的 认为体制是培养了他 塑造了他 同时呢 他援引一些经济界 企业界的人士说 中国体制内的这些官员啊 都是非常 甚至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波人才 这个可能也是一些企业家老板们啊 说的台面话 他当真了 就赵勇先生的很多文字而言 基本上对于中国的官场体制内 这样的一种架构思维方式 话语方式 他是没有做基本的反思 这是一个事实的情况 包括怀念吴邦国 怀念这一位委员长的文章 包括八却里前面提到的五不搞 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不搞执打思想多元化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不搞联邦制 不搞私有化 这些意识形态上非常左的一些说法 从来没有看到赵勇 有哪怕说非常委婉的提及 甚至是暗示 包括吴邦国的家人 可以说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难道赵勇还不知道吗 中国的权贵这个题材 这个领域没有看到赵勇去碰过 所以赵勇先生 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窗口 让人们来管亏中国的精英人士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说 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 支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